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一個 這是5P 它出的雙孔USB充電器 那這個USB充電器它非常的特別 它跟一般USB充電器 它是這種檢驗器形式的有點不一樣 它是兩條線的 然後為什麼我會想買這個 主要是因為我現在前面有USB了 那最近我要出去環導 所以我想在我的後座 也增加兩個USB接頭 因為到時候我的車子會裝後箱 然後背包也會放在這邊 就可以把這個USB它直接牽到後箱 或是背包裡面 讓我的一些電池啊 那些在我的旅途中也可以充電 那它這款USB它的特色就是 它有防漏電的晶片 然後還有防水跟快菜接頭 所以你不用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拔掉相當的方便 另外它也有那個快速安裝 就是其實它安裝非常簡單 好那我現在就來開箱 然後等一下就直接安裝 它的配件其實 就很簡單就是 箱子先丟掉 還有一個說明書 其實它很貼心 它裡面有附一些線頭 然後它可以跟它這個 它原本的導航支架做結合 就可以把這個USB的線 接到導航上面去用 那這一包就是配件包 然後這一包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先安裝的 主接頭 它這個地方就直接接到電瓶上就可以了 非常的簡單 先打開來 好可以看到它這條線其實蠻粗的這一條 然後這邊有兩條 一條是正極一條是負極 正極上面還有一個保險絲 這個 10A的保險絲 好 好 那我們現在 就來安裝 安裝就是 車屁股打開 然後 打開你的 坐墊 坐墊 接著 拿出這一支 螺絲旗子 先鬆一下 螺絲 轉的時候一樣頂好 正極也是 好螺絲轉鬆了之後 把線接上去 看好像這邊比較接 看好像這邊比較接 負極的地線 也接好 先稍微藏一下 好這樣就安裝好了 可以看到這個接頭 它有一個 防水的防塵套 接著就是它的 主線組 就是USB頭這邊 可以看到USB頭這邊一樣很粗 它的線 線材一樣用得很粗 但是裡面的線 出不出我就不知道了 開來 它這個好像 是1.7米的長度 可以讓你從 車屁股直接一路牽到車頭 沒問題 那只要把這邊 跟這邊 兩邊互相合體 就安裝完成了 然後比較特別 就這個 它這個是一個 防漏電的智慧晶片 它可以防漏電 還有就是 它過載的時候 它會斷掉 啊你等到過載 結束之後 它可以幫你回覆 所以它 除了之前沒有 這邊有保險室之外 它這邊有一個 保護的晶片 所以它是雙重保護 那可以看到 它這個USB 兩個 它也有接頭 對 好 這樣就接好了 那剩下就是 各自自由發揮 像我就是 要把它 裝在車尾這邊 所以我這個線條 就是把它藏在這邊 那我可以 接幾個 做法給大家看一下 像我現在把它 這個線先藏好 好了 我先大概藏 就不要太認真 先大概篩一下 好 我大概先篩好 假設我是 篩兩條出來 對不對 那我的後座 來 後座來蓋橋 它有附這個配件包 像這個就是 裝在它的 導航架上面的 之後我再 插進來好了 因為我現在導航架在樓上 這個 它這個就是一個 類似束帶環的東西 那 可以把它 綁在像這邊 這個地方 用束帶固定住 然後 我的 USB就直接 接到這邊來 從這邊接 看我要什麼名接都可以 就像這樣 然後這樣子我的後座 就可以直接 可以在這邊有一個USB口 這個 然後這樣扣上去 然後這樣 這樣我的 如果 如果你是雙人的話 就是你有女朋友啊 或是 另一半的話 就可以這樣 兩個給它 一左一右 等於是你的後座也可以有兩個USB口的設計 那如果是像我這一種的話 就是 重度使用者 很多電器要充的話 就是 線也可以拉出來 可能我的前面是 有導航 然後有行車記錄器 那我可能另外還有 再接 GoPro 那我也可以 就是暫時性的 暫時性的拉線 把它拉到這邊側面 或是拉到油箱旁邊這邊 就看你怎麼拉 它線就是這麼長 對 至於充電速度 充電速度 2.4A 最大的 然後 它會自動調整 不過應該不是兩個都2.4A 應該就是 單一一個使用的時候 它就是最大到2.4A 兩個一起使用它應該會折減 好 那 等我一下 我現在來 找條線 接起來 就給大家看一下充電的畫面 好 那我剛剛 有 大概把線塞了一下 目前大概就先這樣 就等我環島之後 後箱裝上去 就可以 從這邊接線 直接拉出來 你看線就可以直接 不用說藏在這邊 幾乎是 不明顯 就看你怎麼塞 裡面的線就是 大概 塞一塞走一走 其實這邊空架有很多可以塞線 只是我先 大概先這樣子弄 然後 好 現在先接 給大家看 這是 一般的充電線 然後接上去 它就開始再充電 那現在時間 5點 27 然後 電量是57% 那我們等5分鐘 回來看 看它充電速度 大概多快 好 現在是5點32分 看一下 WiFi有開 定位有開 然後網路也是開著的 充了5分鐘 大概來到 58% 多了1% 其實速度 充電速度 這樣來看應該是不快 應該就是一般的充電速度 沒有說到快充的等級 不過應該對於 出遊來講 就是補個電力啊 或是幫一些3C充個電 應該是夠用了 那另外就是 這個東西啊 如果你是要像我這樣子 裝給後座用的話 那真的就是建議 它有個缺點 就是我忘了講 它沒有開關 所以說 下車如果你怕被人家偷電的話 就是 幹電去充啊 就是 偷接你的USB 或是玩你的車子 那就是你這個線 真的要藏好 線頭這邊要藏好 然後 不然就是你這塊接頭 要拔掉 那以防人家就是 吃太飽啊 無聊就是 幫你去接電 然後幫你充 把你車的電都充光光 雖然它這個說有 防漏電那些 但是應該沒有說防放電啊 電池的電應該還是會被 放光光 所以 建議大家在裝這個接頭的時候 如果 可以的話就是 線的頭盡量藏好來 那如果沒辦法的話就是 看要不要自己去 買個插頭來安裝 或是買個那個 開關來安裝 這樣子 對 就不會被人家亂裝了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真的還不錯 可以體貼你的後座 那像我一樣就是 重度使用者 要環打 要帶很多電器用品 要充電的時候 也可以使用 而且它又附很多接頭 讓你固定在他們 五批不同的配件上面 我覺得這產品還不錯 推薦給大家 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開箱 那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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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